哈喽大家好 在这一期影片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二赛季王者赛的八强对决 那在这一场对决呢 我对战的是这哈喽宝 那在这里他的战力是68万对我77万 其实对我来说其实算是还挺公平了吧 就像差那几千的战力 所以还算是还好的 那在这里我们是互相禁止了毒博 所以呢很快的我们就进入了到第一场战斗 那其实他在第一场是没出现的 所以就判了我第一场的胜利 那也意味着说我只要再拿到一场胜利呢 就可以赢下了这整局的八强的比赛 所以我本来还以为可以和他有一场精彩的对决 他第一场迟到了我还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希望他其实还是会出面 可以好好地跟我来一场 哈喽宝也是我的其中一位观众啊 在我之前的视频有留了言 跟我说今天对上的将会是他 所以如果你还在看我视频的话呢 哈喽宝那就请你在以下留言 跟我打个招呼好吗 那在这两分钟的等候时间 幸好他赶得急回来 所以结果呢我们在第二场就正式的开战 我用的队伍也将是如此 就用了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左烧队 用着我的这马红菌还有刘耳龙来作为输出 然后宁荣龙跟白神香那条增速 然后呢火舞就用来 希望可以获得到一个侥幸的晕吧 那开场了我的火舞其实是强到了第一速啊 但是我的这晕很不幸 没有晕到他们的关键角色 那他们的火舞他们的奥斯卡 宁荣龙每一个晕到 晕了他们的马红菌跟白鹤 其实如果能够晕到他火舞或者宁荣龙的话 会容易打很多 那反而他们的晕很幸运的 把我这里六个角色全部晕了五个 只剩下一个宁荣龙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 一回合一回合不断的行动 然后我在这里什么都做不出 敌方的马红菌一个火阵 然后再来一个第一招 我就已经死了我的刘耳龙跟火舞 其实我还蛮惊讶的 没想到刘耳龙其实那么薄 那么快一两下就死了 所以没意料到 然后到了这里 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他们还是全队满血 然后我马红菌还在晕着 这一场决斗靠的就是这火舞的一个晕了 一晕定胜负 其实 那在这里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回合 那火舞的行动了 因为我带的是火舞 然后我又很不幸没有奥斯卡 结果就是说我的火舞不能用 那个推调的那魂技 所以只能靠这侥幸的晕来为我夺得胜利 其实是对我很无利的 那从他角度来说呢 他是有的奥斯卡 但是他活舞还是用那个晕的魂技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能用那个推调的魂技的话 会能够帮到他更多 因为他就不用靠这侥幸的晕来取胜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他能够用那个推调的那魂技的话 能够帮助他更有把握的取胜 不用靠那小小的运气 因为我们看看接下来第二场的对决呢 这一次运气就站在我这一方了 其实我也没改什么 他也没改什么 我们的阵容是完全一样的 我的火舞再次抢一束 那我也再次用了那全体晕的招数 然后这一次就很侥幸的晕到他的火舞和白鹤 所以看得出他的火舞晕而已 我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我的宁容龙可以接着走 然后开个盾 开个盾呢 然后就宁风制加魂力 然后在这里呢 他的宁容龙为他们整队拉条 白鹤是晕了 所以他不能乱输 然后他的水冰是开了那冰盾 然后到了我这白身相呢 很不幸的被他冰冻了 刘耳龙也就很直接的就开了第一魂技 尽快解决掉他的火舞 那马虹俊很直接的就开了火阵 就到了他的白鹤乱速 其实在这里呢 乱速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作用了 因为他们想走多几回合也行 反而还对我比较有利 因为他们是一直在吃那个火阵的被动伤害 那其实在这里他的水冰呢 是发挥出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啊 一直不断的冰冻了我的角色 然后让我不能行动 所以在这里呢 火舞很关键 不能行动就不能晕他们 宁荣龙 尤其是宁荣龙 不能给盾不能拉条 其实是很烦的 那幸好 在这里他的白鹤就开了那乱速的魂迹 争取了多几次行动的回合 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 他们行动的越多 就被我的火阵烧的越多 那虽然他的马红菌是成功的打死了我的火舞 但是因为他们太多人行动了 导致他结果他的马红菌也吃了很多被动的伤害 所以这一场其实是还有得比的 如果他第一场没迟到的话呢 所以会赢得第三场对决是很难说的 那在这里我也其实只是靠了个运气 来帮我顺利的进入到了四强 所以呢我觉得我这阵容的这攻略得改一改 所以不能靠着这火舞 可能是时候来研究研究一下唐三或者是其他控制系魂师了 那今天的影片也就到了这里 喜欢影片的观众朋友们 请多多支持我这视频还有频道 帮我分享订阅按赞 明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四强的这对决 在这里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拜拜